令人衝擊的攝影照片在螢幕上播映 警示世人現代審美觀可能束縛著每個人 還有可視化的情緒 讓民眾聯想這些顏色元素代表著什麼樣的心情 這是世新大學圖文傳播系大一到大三的期末展 主題為代轉 將課堂所學以多元媒材創作展出 我們作品的主題叫做窒息 然後我的作品理念是在過去不同種族 不同時期都有自己的一套審美標準 像是過去歐洲有素窑把女生的窑素得很細很細 或者說中國的國小教 那些都是對大家身體的傷害 但這些都是為了服務大家對美的一套標準 但這些我們現在稱為畸形美的東西 現在何嘗不是正在發生著 像是我們吃減肥藥 我們節食對身體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也是一種畸形 像是我的作品就是以國小教 然後長景族的同環 然後蘇瑤去做發揮 然後大家都想成為像芭比一樣完美 所以我們模特的臉就換成芭比的臉 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反思現在我們達到現在標準審美的美女 在未來會不會也是一種畸形 這是專題的名字叫This is my flow 然後flow有個意思是流動還有節奏意思 我們就是情感可以流動出節奏 然後節奏可以去共振出感受 所以我們想透過影像然後動態製作 還有平面設計 然後還有音樂我們去用不同我們專長 然後去製作出我們對於這個情緒的感受還有想法 因為這三個情緒好像是年輕人最常會出現的情緒 就是煩躁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因為現在環境就是比較多人 然後比較煩躁會讓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做煩躁 然後快樂也是 這個年輕時代會很常感受到的情緒 然後哀傷也是 然後我們這一組叫情緒交換所 然後我們的情緒交換所 然後我們的主題的發想就是 我們覺得就是走在同樣的路上 或說我們今天的天氣是同樣的 然後在同樣的地點 我們每個人會因為自己喜歡的東西不同 或討厭的東西不同 所以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或者說可能就是對人特別的敏感的人 他可能在人群很多地方 跟對人群覺得沒差的人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想要透過就是這個專題 去呈現出這樣子的想法 那這裡就是比如說第一個人他是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可能對人比較敏感 那我可能就是會覺得人群會讓我感到焦躁 但有些人會覺得沒差 所以沒差的人可能是看這個地方 就是很一樓往常 就是沒什麼變化的 對 然後呢 如果是像我這種對人群比較敏感的人 他可能就是 就是我會覺得人很像一些沙丁的這樣子 所以我把這些人都換成很多的魚 然後擁擠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我們這一夜的環境 也會變得比較急躁 然後很急促 會讓人感受到一種煩躁的情緒 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網頁呈現的部分 那我們的整體呈現用一種就是像日記的方式去做 就是實體的部分我們有做就是我們這些按鈕的貼紙 然後還有一個日記是讓大家做一種互動式呈現的方式 就是來的人他可以寫下他今天的心情 或者說他今天的感受 那像昨天布展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很多人寫了他對布展的想法 那有些人可能昨天還要考試 那他可能就會覺得還是有點煩躁 然後就會可以很好的呈現出我們今天 我們的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在同一天同一個 做同一件事情的時候也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學生透過平面設計 手繪3D動態和影像作品 展現對於自身未來走向全新的認知和見解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策展有大一大的大三 有各式各樣的學生 然後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主題 比如說他們有拍攝的啊 動畫的啊 或是平面的 然後我們想要藉由LVS攝影棚這個 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背後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環境 然後還有天幕 然後我們用這些作品 然後放上這邊 然後讓學生們有這樣的機會放到這個舞台上面 讓大家感受到覺得 欸 我原來我的作品也有機會 就是這麼大的被大家觀賞 我覺得是一個四星的特色啦 然後四星就是有這麼好的環境 讓學生有 比如說從高中轉換到大學 從大一轉換到大二 大三轉換到大四的一個過程 然後讓大家有這樣的機會來做一次這個展覽 因為這次我們的展覽裡面 它其實不只是一個年級 它其實是一二三年級一起展 所以從一年級的平面跟創作的練習 到他們二年級練習做識別設計 然後三年級他們的專題 然後配合後面的環節就這樣子 去做展出這樣 所以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 我覺得它啟發啊 我覺得很多 就像大一的時候 我覺得是像雅老師的課是自我探討 或是計畫像這些 我覺得這些是很心靈層面 然後比如說大二大三的時候 會慢慢接 接那個實務方面的部分 就是比如說 我們要怎麼利用這些設備播放這些東西 然後 可不可以用哪些技術 然後 讓畫面上的呈現更好 然後結合大一就是一些 美感上的訓練 然後到慢慢的大二開始有更多的實作 然後大三的時候可以變成一個自主的主題 然後變成是從剛開始的發想 然後到製作 然後到最後撤展 我覺得它是一個更完整的訓練 展覽分成幾個部分 從美感訓練 自我發掘與探討 到AI科技應用創作 還有環形舞台播放專題 作品虛實交錯 由網頁互動 攝影作品多元呈現 令展覽十分吸睛有趣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